接下来为您报道 公共债务法昨天在立法院三读通过 而在各县市当中 举债额度被删减最多的台北市市长 郝龙斌表示愿意共体时间 不过高雄市长陈菊认为 新版的公债法是在变相惩罚高雄 嘉义县长张花冠也批评 未来只会让直辖市越来越富 其他县市越来越穷 公共债务法三读通过 各级政府总债县将从国民生产毛额 GNP的百分之四十八 改为国内生产毛额GDP的百分之五十 举债额度总共增加大约七百二十亿元 其中直较市政府的举债额度增加了 两千八百六十六亿 但举债额度遭三减最多 去年曾高分被反对公债法的台北市长 郝龙斌表示愿意与中央共体时间 台北市我们愿意共体时间 我们也愿意释出部分的这个额度 但是最起码台北市的整个我们的运作 市政运作要能够顺利进行 不过高雄市长陈觉认为 修法后高雄市的举债额度 比县市合并前举债总额短少八十亿元 等于变相惩罚高雄 公债法修法后 居家市举债额度增加 其他县市却是不增反减 一共减少五百九十三亿元 家庭县长张花冠就痛批 新版公债法独厚六都 让直辖市越来越富 其他县市越来越穷 这次公债法修法 直辖市政府举债额度增加 中央政府 县市政府和乡镇总共短少 两千一百四十六亿元 也要直辖市与各县市反应两极 未来会不会影响到地方的重大公共建设发展 也值得观察 记者综合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